我今日最想表達大家 就是在上星期青馬大橋事故 因為出現了一個很大的陸路交通混亂 我們發覺如果不改善水路交通 其實是沒有辦法應付一些突破的場面 而可以看到這個荃灣碼頭 其實就是一個浮躉式的設計 大家可以近距來看一下 是一個浮躉來的 而且是柏黎灣船路其實是新鴻基的一個浮躉來的 如果政府假設想把應急方案 把所有船停在那個位置 我們是非常擔心這個碼頭是沒有辦法應付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個就是當晚看到的相片的情況 就是全部都是馬灣居民 就是因為這個碼頭也是這個馬灣的渡輪的一個 緊急應變方案的地點來的 是人山人海幾百人 試想像一下這個碼頭怎麼可以容納去到機場 去到東涌的一些航班呢 所以呢 這個碼頭要應付突破呢 我們相信一定是要翻身 那剛剛有一個更好的改裝 改裝這個碼頭才可以做到 而我們也進一步想指出 就是當晚就算馬灣的航班都很混亂 因為呢 晚上和黃昏呢 馬灣、荃灣是沒有船的 是要靠應變計劃才有的 現在荃灣的船來往馬灣 只有朝早和中午三班 黃昏和晚上都已經停止了 因為基於所謂的成本的考慮 那麼新同基旗下的渡輪公司 就沒有再開辦了幾年前 這件事也是我們透過這次的事故 我們去指出 如果能夠黃昏和晚上 是有一個行常的船班的話 相信當日的應變安排會做得更好 不用這個幾百人突如其內去湧著這個碼頭 現在有一個行常的安排 一早已經有船在那裏 一早已經有一些職員在那裏 當晚就不會那麼混亂了 好 那我們先邀請立法會議員 我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上一班吸水門大庭的事故 揭示了特區政府 原來過去十幾年以來 一路終於是更新過的電計劃 當出事後 原來無論是硬檢報告 又或者是軟檢報告上 都出現了大量的漏洞 政府也要等了四五天 在後日星期四 才有一個加部門的部門 最少有五天的立法會議員 包括了我自己 是申請要求是有一個緊急的質詢 我們希望加部門 要在未來的子女院 必須要更新應變的方案 在硬檢配套 作為中長期的應對的話 都要做好 當然就是包括了 車馬大橋 吸水門大橋 一些類似的測試系統 是它被鏈 又或者是當有時候 超過高度限制洗近的時候 需要有警示的作用 而另外一些接駁的應急措施的話 在剛才譚海邦介紹的 在我們後面的碼頭的話 也都必須要升格 現在這種 透過浮在水面上的 一些臨時的設施的話 是絕對不足夠的 一個永久的碼頭 投放相應合適和足夠的資源 如果它更新好、改裝好的話 都是需要立即去做一個規劃 還有我想常見 我過去都用過這個碼頭 現在反而是因為成本效益的問題 取消了 而令到在馬灣的居民 有實際上交通性的需要 只能夠單一地依賴力度的話 亦都是在交通的規劃上 都是存在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旗艦政府 一定是要編縮一點 好 你介紹一下你的身份 我姓林的 我就是在柏黎灣 在柏黎灣的 十年 都是說回 各位說到那個問題 政府在這十幾年裏 都沒有將柏黎灣 這個杜輪 杜輪這個韓線 是競爭地去處理的 在大概兩年前 那個松紅基 就更加扯 就更加把 河灣 馬頭去柏黎灣的 黃線更加取消了 所以當時很多軍隊已經是反對 要這樣做 但是政府都說無能為力 好了 到今天 上個星期發生了一個 吸水門這個橋的問題 然後停了行 停了車的橋 大部分的 在東中要住的人 或者去機場的人 甚至乎去柏黎灣的人 都在這裏大橋的停擺 導致到所有的人 幾乎 就已經是 只可以利用到 荃灣這個碼頭 和中環那個碼頭 是去疏導這些被迫 滯留在島外的人 正正在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上一次 都是停了你兩三個小時 就已經搞到 七國凍亂了 試想像下 那條橋真的 如果出現烈火 有誰可以背得起 究竟誰敢給他行車 即是說 要長期停擺的話 我想請教下 各位林教育 停擺之後 在東中住的人 在馬灣住的人 在機場要乘飛機的人 他們是否游泳到家 大家不要在這裏 很小事 這次就說兩三個小時 就可以搞定了 真的要清一次 這次大件事 可能要停擺 一兩個星期的時候 我已經說少了 一兩個星期 那些人真的怎樣搞呢 借此這樣的機會 好像政府 他在今次事件的當晚 他都在說 他會安排一些盜輪去應電 但我聽回來 他說最快最快 都要那些十點 十一點 當時那條橋要開回來 即是你看一下 如果你的應電措施更差 為什麼不用現有的配套 這個就是現有的配套 放在這裏 正如梁耀宗所說 你把它改裝 一次過 你便需要三幾百萬 到時真的有這麼大件事 要停擺這麼長的時間 的話 你渡海小輪 天星也好 你那些什麼小輪 你同一時間 在這裏可以停擺 即停在這裏 中環都覺得疏散 中環就去招呼香港島的人 全班西就正正招呼 在全班或者是在新界處的人 即是做工的人 那你不可能全部都說 在新界那些人 載上去中環搭船 對不對 但這個是真是不思議的 所以我希望呢 趁今次這個事件 政府真的要去想一想 究竟你是花幾百萬去改善這個碼頭 對於居民又有好處 對於政府的contingency 那個計劃又有好處 大家的雙爺 為何不去趁這個機會呢 是去造屋去呢 做得好 有些東西是比較快 可以移一點 就是改善碼頭 至於那個青龍大橋 這件事實在太軟 或者負負費太大了 為何我們不想一些便宜些 快些的方案呢 那麼 其實呢 大家知道呢 當這個法例灣入口的時候 政府的政策 以水爐為主 它是沒有給一個公眾碼頭 給一個泰泥灣洗落 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雙爺 叫自己找碼頭來發船 那現在一個呢 是租用的碼頭 是私人的 就是說呢 是主一個 給一個雙爺龍 不是公共的 那就是 所以 相對而言 也是加重了 收容機的負擔 那當然呢 楊貿佑自楊身上 那收容機一定是 不會是就這樣 自己吃出來的 所以又是 加了一些船費 那裏呢 給這個法例灣入口 成三個 那到時候呢 居民覺得 就是說 船費不貴的話呢 為什麼又不開多些車給他做呢 就是跑去車那裏 那裏 但是變了呢 這個矛盾 是給大家說 是因為呢 政府的政策 這個公眾的碼頭 由政府承擔保養維修 它不做這件事 而導致收容器一發展後 將所有的東西轉嫁給人身上 這個不公佈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要 怎樣呢 確立了一個公眾的碼頭 然後這個政府進行維修保養 減輕了這個跨離班的居民的承擔的話 那船會使用到達成功 對於這個運作裏面就會健康很多 很可惜政府一直都覺得 這些發展不關它事 事不關影又忌不留心 所以一直以來 是沒有理到這個碼頭的運作怎樣的 所以這次事件給人知好的例子 政府快點不去大辣馬 就這樣轉頭 就應該正確實是一個固定永久的公眾碼頭 讓到一個的居民可以使用得到 減輕了它的費用呢 而方便到將來的運作 大家知道呢 如果你是永久性碼頭的話 那收容機的運作 船運作是減輕負擔的話 船的運作就會健康些 正常些 還有那樣特時事件發生的話 那個應見都容易些 因為現在這個碼頭呢 有些船就是拍不到過來的 那你見到是很方便 你要遷就到碼頭 才會遷就船回來 所以說的話呢 你在警察的時候是方便的 所以在一個永久性的 當你拍到的時候的話呢 就方便得多 是解釋那些應變的問題 就容易了 好 好 那加你一部均勒先生 其實特別是想說 其實現在的本港的渡輪 是停不了機場的碼頭 詳細解釋一下 機場發生關鍵 我沒有均勒 我們看回 其實在當初設計 新機場的時候 機場是有一個渡輪碼頭的 那這個渡輪碼頭呢 根據這個新機場的大港裏面 它說呢 初時呢 初時呢 是應該要有這個權 去到這個機場的本地老人局部 那大家如果 有一點記憶都記得了 其實這條渡輪呢 98年開始是有通行過的 但是直到03年就停了 那當中呢 這些這樣的大港 也有建議就是 政府其實是需要去研究 就是這個赤立國對外的 這個渡輪的航線 那很明顯 政府這麼久都沒有做過 那然後呢 這個這樣的赤立國的 臨時碼頭呢 在2003年呢 是關閉了 那然後呢 就是被機局 就變成了 叫做海天后的碼頭 那這個轉換的過程呢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的地方 就是將整個碼頭 由一個可以入本地 不用出入境功能的用途 變成一個全禁區 只是轉機 才可以用的一個碼頭 那就是說 如果有什麼 好像 就是好像青海大橋 上次這樣 有些撞橋 就是撞橋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 市民是沒有得 去用到這個 那這樣的水下 國海的碼頭的 那這樣東西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所有當時 在立法會的議員 是不清楚的 因為其實在運船處 在制定這個 機場緊急運輸的計劃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包括 是用高速船 是將這個旅客 由中環運到機場的碼頭 那你現在擺明是做不到 因為落死的時候 已經是禁區了 所以是做不到 而這個 這麼嚴重的東西呢 在03年7月18日的時候呢 其實立法會是有討論過的 即是討論過這個機場海的碼頭 但是 當初沒有一個任何的出席議員 包括現在 說想起第二連接路的曾鈺成議員呢 都想不起有這個問題存在的 那所以呢 是一件這麼嚴重的事 大家沒有人記得起 那然後就去了 我想說一下 就是 當初政府是有這個 高速船安排 作為這個 在錦金的時候 沿佔這個 中環到機場 但是很明顯 就是中環都不夠的 是不是呢 你只是給了黨都機 那剛才幾位議員 或者居民說的 都是很正確 就是 其實 荃灣西匯是另外一個 可行的位 可以成為 這個緊急快速道輪可以到的領導 但是我們看到 政府那個 兩小時應變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想著用一些 飛高速道輪 在這個荃灣碼頭 載一些旅客 去到東涌 再由東涌 去安排一些 免費接駁巴士去機場 東涌龍機場 中間是兩條條 如果這兩條條都死了 那機場堂就是一個孤島 所以當初設計有赤下角碼頭 就是有這個原因 是給緊急道輪使用 很明顯 配套已經大家忘記了 那 那 即荃灣西匯 這個碼頭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潛力 是成為這個緊急道輪碼頭 可以給一些高速船 而過去其實 是有高速船在這裡 就是連接阿麗灣的 所以其實 那些東西就在的 但是 很明顯就是各國政府部門 或者甚至 那時候的立法會議 已經忘記了 好 其實特地我要強調 就是那個海天碼頭 竟然是給大陸的高速船可以拍 但是香港的船 就不能拍的 現在這個就是最荒謬之傳 怎有可能 是用香港公帑 的錢建的機場碼頭 最終是拍大陸的船 而香港在緊急情況 是拍不到海天碼頭 就算在星期五的情況下 都拍不到 因為現在是一個禁區設計 所以是有必要的 改回那邊的海天碼頭的設計 我現在加給你 麥仔 你可以介紹自己 你都可以長期轉馬灣九州 你們說什麼 你好 你好 我是泰里灣區文 我從開船到現在 買入門這麼久 出車買入門的掃材 因為那個船 和船路都是很足夠的 當時馬灣是以水路為主的 後來因為新鴻機拍客就說 因為成本問題 就要剪荃灣船 剪了之後 好了 到現在我們船沒有了 每天只有三班 如果我們出荃灣又怎樣 我們只可以駕別人的車 是村民那邊的車 但是我們本身自己沒有巴士站 不近的 我們老人家是好 我們要走很遠 才能駕到他們的車 甚至就算我們駕到他們的車也好 很多時候都爆棚的 是沒有得坐的 我們很不方便 其實馬灣島最主要大部分居民 都是泰里灣的居民 甚至我家人是搭荃灣西的 但就因為他剪了船 都很不方便 是 請問你住了馬灣的 由開船到現在 十二年 十二年 請問你搭荃灣的車是甚麼 為甚麼呢 我們本身有葵方車 都都巴士 葵方和清衣 但吸了船之後 是有泉灣車 但是泉灣車不是我們主導的 是田寮村那邊 村民那邊 鄉村那邊 會本木倒置呢 因為我們泰里灣的居民是最大多數的 但我們竟然是要搭別人的車 甚至我們本身就沒有車站要走很遠 好人家 我們多次去到運輸廚 向運輸廚反映 運輸廚就是推位責任 為你不理 是完全漠視我們居民的需要 你們是怎樣出來的 早些搭船出來 每天是三班 都會搭車 但真的不是我們 始終好像是自己的車是自己的車 不是我們的車 變成我們就很不方便 我解解 因為如果是村開辦的線 其實路線上是不入行 是在兩邊 那邊 那邊是哪個巴士 簡單而言就是 巴士有幾條線 青衣葵坊的慈份者 就是泰里灣的居民 所以主導權就是泰里灣居民 但荃灣那兩條線就不同了 荃灣就有一條去荃灣地鐵站 一條去荃灣西 主要的慈份者就是村那邊 主導權就是在村那邊 因為整個馬灣島 大家都以為只有泰里灣一個居民 其實不是的 還有幾條村 人口比例大約5比1 或者6比1 所以最終 麥太的意思就是 其實是要搭別人的車 雖然馬灣的居民 或泰里灣居民 都是一樣享有特價的 但始終那個價錢 路線的主導權 就不是在泰里灣居民 那他想不如自己開一條村 他想不如自己開一條村 我簡單說一下 林Sir 補充 其實巴士在運輸署的角度 就是青馬橋有數量限制 但當然他們心目中的數量限制 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 但他一直都是頗不想再加一些巴士線 最重要就是政府的一個政策 就是整個馬灣是應該以水路為主的 泛旺時間 特別是泛旺時間 但是很可惜 雖然它是一個政策 但政府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是配合這個所謂的政策 因此就是令到那個發展 是很異形的壞蛋的 他剛才說 他沒有任何碼頭的配套 以水路為主的政策 全部都是由這個發展商指去做 發展商就覺得 如果我要發展碼頭的話 那個成本就要轉價給居民身上 所以船費就要貴的了 對於居民來說 一個沉重的負擔的話 因此他就做了臨時的借 或者租回來的碼頭 去頂月亮 但是一個是一個不健康 不健全的 其實政府應該有一個整體規劃 有一個配套的措施 就是一個永久性的碼頭 然後就由這個發展商提供 這個導輪的服務 才是一個恰當的 但是現在政府不這樣做 令到居民在這裡 想用船的做事都不理想 想用車的做事都不理想 想用車的做事都不理想 是的 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一下 現在這個碼頭是誰 這個碼頭是政府擁有租給新鴻基 而新鴻基也不是很投資 你看到是一個浮躉 所以你剛才遲了少來 我們就想說這個浮躉 其實是應付不到大量的船停泊的 因為以星期五政府心目中的應變方案 無論去東沖的船 各樣的船都停在這個浮躉 其實是停不到 因為這個浮躉 不是什麼船都停到的 所以有必要就是 以政府的資源去改裝這個碼頭 才可以應付到大嶼山應急的方案 以及馬灣居民日常的船部需要 即是杜輪需要 我也想補充少少 剛才你的問題 它的浮躉 其實它每一年 是要用差不多200萬 是租回來的 如果它是永久性的話 即是一次過你起好 即是這筆數就不會再有 你如果維修 即是都是有限的資源 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奇怪的 政府就租了一個板頭 給收容機運作 就收收容機租 那麼公眾的人士 即是不是在柏麗灣居住的人 他都可以搭這條船去柏麗灣 用這個配套 但是付費的呢 就是柏麗灣的居民 所以為何這個 這麼畸形的發展 行了十幾年 它用這200萬一年 它現在已經用了 即是二三千萬 二三千萬就可以了 這個情況是持續了多久呢 即是現在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 對 一開到現在 對 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呢 即是一天三班 三班 來回有三班 即是當中六班 六班 六班 想問一下那些船 是甚麼 即是容納了多少人 或者是 已經開走了 剛才有一架 即是他們已經搭那一班 已經是今天的最後一班 對 可能已經開走了 開3.9 那就是一架高速船 其實它有些小的 就載200多人 有些大的 就載400人 有兩種 兩種人都要繁忙時間 就載大船 很大 那你等著回家 那你等著回家 那晚就這樣一程 那晚就加船 就在這裡 沒有的了 這裡走不了的了 要一天去荃灣 即是荃灣西那裡 那晚這些就是地鐵山灣 或者是葵江 那些是有巴士 政府還打算 說有巴士前 那些船買下來 即是你不乘船 乘巴士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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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最後一班 好像很浪費 如果今天來 他已經走了 三年已經走了 你覺得很迷惘 因為我們迷惘了十幾年 是啊 是啊 你們的迷惘是對的 迷惘了兩年 應該也吸了兩年 不過之前也不是很頻 那晚的居民 已經是七點多了 他也有應急方案 他的應急方案就是 會突然開船 然後那晚最快 他八點多有意外 第一班就是九點半 九點半 二十幾 二十幾 咦?九點半 我看到 九點幾 即是人們開始上船 上到船 都是一個多小時 很接受 是嗎 因為他 那個工廠應該不提供 他又要為人 很奇怪 其實很奇怪 知不知道他 你可以追個奇怪寫出來 知不知道有這個應急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其實有公佈的 但又不是經常會用 所以有些新搬來的人 就未必會知道 但我們就會 靠Facebook發報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即是那些是高速船 都不錯 高速船 基本上我的型號 都算高速船 但他在南北海 不是行速 哈哈 這樣行 那是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大概由這裏乘船 三點九 大概幾點鐘 會回到 十七分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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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其實 起碼要求 放工時間 和夜晚 起碼再開兩班 對 然後 再看政府 有沒有一些資助模式 可以令到 這個 全彎馬灣船 可以是一個 經濟行動 行動的方法 運動 不過前提 他也要關上碼頭 這是一個 為何 改裝 改裝 這個全彎馬頭 是一個 先極條件 還有你們 希望 在這裏 可以 加一條線 直接去 設立 是否 不如 其實 這個 其實要做一個 緊急做的 建設碼頭 這裏你一定要 按鍵 也好 可以給到 比較多的高速船 只剩下 這裏我們要一個 飛給兩艘船 起碼要兩艘船 你才可以做到 緊急的 折磨碼頭的一個 條件 然後 你做完這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就是在赤立角 那邊的碼頭 要有這個 本地的 當我能連接那個位 你才有的 如果你沒有的時候 你沒有這兩個條件 其實都不算 但是這兩個條件 是必要 他們看到這次撞船 就告訴你 這些是必要的條件 就算你可能 沒有一條 你所說的 就是泉瓦島 泉瓦島的船 它都要存在的 如果不是 它有起事上來 就是死了 我補足剛才 這位先生問的 他說 如果沒有船 現在沒有船 那我們怎樣呢 對 我們過一艘車 但是今天 這個機招 其實重點 就是告訴大家 船 我們沒有船 我們可以坐車 但是 如果 那些車行不到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坐船 這裏就是一個現有的配套 只不過就是 它那個成本 好像梁議員說的 那個成本 自己製造到很高 每年你給200萬 所以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把這個地方 改裝到之後 就像毛先生說 將來你高速船也好 你大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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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多數 那些 很多人 pik Next 甚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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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 這麼特別的Emergency purpose 為什麼你不會弄好它呢 其實有個好笑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政府 將這個帕麗灣的島 都當作私人島 所以所有的東西是私人的處理 是陸路、水路的交通 都是私人去做 我覺得不是這樣 這個帕麗灣 這個馬灣的島是公眾的 這個帕麗灣這個屋苑是不一部份的 不是發展中擁有整個馬灣的 現在做到的效果給人感覺 就是整個馬灣就是新鴻基擁有的 然後他要負責所有交通 這個在政府的照片上 客觀上好像賣了島給人這樣 不是的 新鴻基沒有說我島主 沒有理由這樣做 所以政府有責任 是對交通裡面是拆鎖來處理的 不能夠是自身道外的 不能夠是路的 而是水路的 但現在問題在於什麼呢 政府是制裂政策 它說繁忙時間以水路為主 但你沒有配套 又要人這樣做 這個政府是不是橫無理呢 我覺得來說是 我們現在不是發展商 因為為什麼呢 發展商很自不言的 它的收費一定是陽目水上 你根本就搞定它 無論所有東西 無論配套 無論車費 你負責全部負責 今天未必是不滿 其實現在馬灣有多少人住在這裡 我們那屋圈大概五千多戶 五千多戶 我想人數 村那邊大概好像二萬五 二萬五人左右 即是二萬五人左右 即是總人口 即是舊村屋那些 當然